说我什么我都会不生气 特别是建国忽兰和何军祥 因为我从来不把25岁以上的男人放在眼 所以刚才黄浩在这边 哦对你没有那那来来 你来 还不干 来来来来 来 来 你为什么想跟我表白说说看 反正他等一下说不定就变成男友 你说不定可以当下一个 我喜欢您的这些艺术作品这些年代其实 是更多的是一种尊重吧 其实算是有点尊重 你害羞了吗 好了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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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怂样 哈哈 他脸红了 对啊 其实我也心跳很快 哈哈 我基本上是没有真的没有交过七十 十不是七十个 十七 哈哈 我刚才没有交过那么多 但是约会过非常多 没有错 看一个电影也是个约会嘛 吃个晚餐也算约会 所以上百个不算什么 哈哈 哦 哦 谈恋爱不丢脸 约会有什么好丢脸 但是我觉得 嫉妒别人 有恋爱的人比较丢脸 是不是 是 那我的恋爱秘籍啊 其实没有什么 我就是天赋一饼 我跟黄浩白子认识的时候呢 其实我心里面是的确是 还蛮 蛮喜欢他的 觉得好像有点可能 然后 他其实比较犹豫 所以我就在等 这个人为什么一直没有 开那个口 因为就不知不觉 我就自己就 慢慢就会比较靠近一点啊 然后等啊 看眼神有没有跟我交会 感觉到底有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他就在这 有没有感觉 他会很短 我怕我演得太久 一下他 他已经换 他已经换男友了 我们在一起很久了 快三年 对我来讲是很长的时间 毕竟我也没有活过几个三年 毕竟我也没有活过几个三年 所以我们是很认真的谈恋爱 至少我是 我们的年龄身份地位 真的有很大的选数 我也犹豫过很久 我一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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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就觉得我不能再犹豫了 毕竟要当他的男友 再犹豫就超领了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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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起是因为 我们都觉得 爱抗弱的事 年纪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两个在一起 有说不完的话题 对 虽然我们年纪差很大 但我们没有代国 谢谢大家 我是王后